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电磁学和热力学里边 然后化学里边也有重大进展 这些都为19世纪下半叶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 首先来看电磁学 电磁学的发展由一些小的突破和大的综合组成 比如在19世纪20年代 奥斯特·安培和欧姆相继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电流圆的平方反比定律 以及欧姆定律 之后在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和德国科学家韦伯那里 电磁学出现了两个综合 法拉第不仅发现了很多新现象 比如电磁感应和悬光效应 他还提出了为传统超距理论所不容的电磁厂论 同时在传统超距理论框架下 工作的韦伯则提出了Fundamental Electrical Law 简单来说 电磁厂论认为电磁作用是靠临近的电磁厂产生效果 而传统超距理论则更想把电磁作用当成两个点之间的吸引力 不经过介质传播 之后厂论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 先是麦克思维提出了完整的电磁厂论 随后他的门徒们 特别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兹 通过实验证明了电磁波存在 至此传统理论失去市场 在19世纪电磁学的发展历程中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方面19世纪 特别是19世纪前半叶的物理学家 或多或少都受了当时自然哲学的影响 认为电和磁现象是可以统一的 可以综合的 电和磁是自然中某个更本质的东西的表象 这时候电磁学的理论部分一定会和哲学有关系 于是毫不奇怪 电磁学的很多概念创新都来自哲学 另一方面 电磁学在理论方面的进步和当时的技术进步互相影响 后面我们会提到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化是其主要特征 电磁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电磁学发展的过程中 技术进步也促使物理学家 有了新的仪器能够观察到更多现象 从而促使理论进一步完善 在电磁学之后 我们简单看一下热力学 现在热力学的开端一般认为是卡诺1824年提出的理想热机理论 而在19世纪中叶随着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提出 热力学的发展也日趋完善 大家如果对相关成就是谁取得的 可以去看本奖最后列举的参考书 这里仅仅列举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 热力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在历史上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概念 那就是能量 热力学中能量概念的发展更能显示出科学理论和哲学思辨 以及实际工作之间的联系 比如作为热力学第一定律创始人之一的Mayer的工作 在当时不被科学界承认 很多人认为他只是靠哲学思辨提出了所谓能量守恒 跟我们现在的不少物理学家认为基本粒子是自然界最本质的东西一样 当时Mayer认为能量是自然界最本质的东西 Mayer的著作中的确存在着大量针对自然界本质进行的摩林两可的思考 很容易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显然Mayer是受了当时自然哲学的影响 相比于Mayer 焦耳的工作则更加实际 在争夺能量守恒定律的首创发明权的时候 他也是在这一点上为自己的原创性进行辩护 我在美国上科学史的时候 曾经听一个老师讲过 不是能量守恒定律创造了工业革命 而是反过来 是工业革命创造了能量守恒定律 这个话虽然比较大 但也不无道理 理论和实际技术运用之间从来都是互相交互的 有时候运用对理论发展的影响更大 和热力学相关的 还有一个必须要提的理论 那就是气体分子动理论 这个理论可以从微观分子和原子的角度 解释很多宏观的热现象 要知道在这个分子动理论之前 热力学中的很多定律 比如第一和第二定律 都只能从宏观角度进行表达 其实当时一些物理学家根本对什么原子论或分子论不屑一顾 他们很怀疑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研究 但气体分子动理论这个成就把对热现象的研究推进到了微观层面 这样一来沟通热力学和物理学中原子论的统计力学也真正出现了 但我们也要注意当时某些物理学家也只承认从宏观角度对热现象进行的研究 甚至他们不少人反对原子这个概念 这里边最有名的人物是大物学家马赫 而据说是非常反对马赫的是统计力学上面的天才人物波尔兹曼 大家可能知道波尔兹曼是自杀而死的 以前在受到苏联影响的一些国家里 物理学史上可能会讲 波尔兹曼的自杀跟马赫反对他的原子论有关系 这里我们得辟个谣 其实马赫和波尔兹曼作为大物理学家 他们的观点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同时他们对于原子是不是真实存在这种问题并不是很感兴趣 物理学家感兴趣的是 围绕原子概念建立起来的理论 是否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实验现象 波尔兹曼对这个概念很满意 而马赫不满意 这可能就是二人之间唯一的区别 原子问题同样也是19世纪化学史上的主题 我们先回顾一下化学在19世纪的进展 19世纪化学史上一个主要成就 便是原子论的复兴和元素周期表的提出 1827年 道尔顿重新提出了原子论 1860年 阿弗加德罗早期的工作得到重视 用于测量相对原子质量 而在1868年到1870年之间 化学家迈耶尔和门杰列夫几乎在同时提出了元素周期表 刚才我们讲了 19世纪的物理学家 有一部分人怀疑原子是否真实存在 因为就在化学原子论得到复兴的同时 物理学里的分子动理论也用到了原子概念 这样一来 19世纪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开始被一个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古怪的问题困扰 那就是化学里边的原子是物理学里边的原子吗 实际上当时相当部分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对把化学里的原子和物理学里的原子画上等号持怀疑态度 前面我们也说了 还有人干脆否认原子的存在 这个问题在化学中最大的麻烦在于 一些化学原子具有的性质 从物理学原子理论里边还推不出来 这个问题甚至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完全解决 当一批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成功的把周期表里边 讲的一些化学性质从物理性质推出来之后 才不再有人认为化学原子和物理学原子不是一回事了 好了到这里这一小节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再见